保護自己也要保護好自己的家人 你好 我叫盛哲 那我現在目前服務於在桃園機場身上的這邊 在前一陣子面對疫情的逐漸攀升情況下 其實我有點擔心 因為畢竟接觸的回國旅客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到提貨櫃台做提貨 那當下其實我會不曉得 這個旅客是否到了其他國家 或者是身上是否帶著其他的病菌 然後回去宿舍之後呢 我會在我的衣服上分灑酒精 然後我會很迅速地把我的衣服脫掉 拿去做親戚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 我身上會有多餘的病菌 或者是殘留物 因為一個人的問題就會影響到其他的事 保護自己也要保護好自己的家人 因為我覺得台灣在這次新冠病毒的防疫下 蠻嚴格把關任何的一個小細節 那公司在這邊呢 其實也為我們公司著想了很多 像原本該有的配備 像手套啊 口罩以及護目鏡 酒精清潔其實公司都幫我們準備得很好 所以相對現我在工作上 都可以安心地去服務每一個客人 然後也可以做好 就是環境上的清潔這些動作 但是每個旅客都會向我們說 辛苦你們了 因為有你們在真的很好 那可以做到這份工作 可以向每個回國的旅客 發賣口罩真的是可以盡一份心力這樣子 而是